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Lucy日记 现在是2月初,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就要开始室内育苗了 育苗需要种子 今天就同大家分享如何选购种子 和如何解读种子包装上的标签 现在北美市场卖的种子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传家宝种子 一类是杂交种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传家宝种子 英文是Heroom 传家宝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种子 遗传基因稳定 味道久远 原汁原味 是自然繁衍出来的种子 一般都是经典品种 有人定义种子要流传超过100年 才能算传家宝 有人定义 只要是1945年以前流传下来的种子就算 因为农业大规模和机械化大生产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发展的 所以 二战前的种子品种都可以定义为传家宝 比如北美的罗马豆角和现在生长在意大利的罗马豆角是同一个品种 罗马豆角是从18世纪开始 意大利人就开始在本土种植了 后来意大利人移民到了北美把种子也带来了 就这样 罗马豆角在北美也一代一代开始传承 所以北美的罗马豆角就定义为传家宝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大量从欧洲来北美的移民把各种种子带到北美 这些种子在北美生长和传承下来 现在都被定义为传家宝 传家宝的优点是口感好 味大好 是食物原有的味道 遗传基因稳定 可以留种 缺点是抗病性不强 产量不稳 第一次购买种子时 比其他类型的种子稍微贵一点点 与传家宝种子相对应的就是hyber seeds 杂交种子 顾名思义就是同类植物 不同品种 交叉受粉 然后得到的种子 看这包苦瓜种子 上面写着green pearl f1 这就说明这包种子是杂交种子 f1 means first generation 是指第一代杂交种子 杂交可以是自然发生 也可以是人工有目的的干预的发生 无论哪种情况 受粉后得到的种子都是杂交种子 如果是人工干预受粉后得到的种子 在某种程度或某个方面的性能会有提高 杂交的目的就是增加优势 减少劣势 杂交技术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 现在超市里杂交的水果和蔬菜有很多 大家熟悉的就有香蕉 西红柿 五子儿 葡萄 某些种类的羽衣 甘蓝 黄瓜等 杂交不一定不好 杂交的优点是抗病性强 产量高 颜色好 缺点是味道不如传家宝 遗传基因不稳定 留下来的种子第二年长出来 接的果极有可能会和第一年的不一样 所以杂交植物最好不要留种 我以上说的都是大多数的情况 但是植物世界很神奇 神奇的事情也会发生 去年我把两种玉米种在了一起 一种是糯玉米 一种是甜玉米 由于交叉受粉 长出来的玉米同时继承了两种上一代玉米的优点 甜玉米变成了糯玉米 吃起来糯糯的还有一点点的甜味 很好吃 我的玉米由于种植空间有限 才把它们种在一起 结果自然杂交成功 这真是无心插柳 柳成因 转基因就不是神奇的植物世界 自然发生的神奇的事情了 如果你在种子带上看见南GMO 这就说明这个种子是非转基因的 那么有GMO标志的就是转基因的 转基因是通过生物技术 人工干预 改变生物的基因 来获得植物原本不存在的某些特性 那么转基因的植物好不好呢 真不好说 现在的争议很多 转基因技术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 记得著名的主持人崔永元 为黄豆的转基因的利弊 做了深入的调查 还同专家交流讨论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查一下 现在在加拿大市场 水果和蔬菜是转基因的 主要有油菜、玉米、黄豆和甜菜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和卫生部 是怎样定义和评估转基因食品的 他们的定义是 任何产品是否具有新颖的特征 无论其来源如何 换言之 如果产品带有一些以前 在该物种中未发现的性状 无论是使用传统育种方法 还是基因工程产生的 则该产品被视为转基因产品 换句话就是 杂交和转基因育种方法 在加拿大政府部门 都被定义为转基因 所以在这里吃的油菜、玉米、黄豆和甜菜 也有可能是杂交培养出来的 好像有点跑题了 让我们回来再接着谈种子 种子还有一种就是经过处理的 和未处理过的 一些种子公司用充当杀菌剂或杀虫剂的化学物质 处理它们的种子 处理过的种子通常被染成鲜艳的颜色 具有防腐、防虫、好保存 保存的时间长的特点 鲜艳的颜色是提醒大家不要务实 播种后要认真洗手 没有处理过的种子 同经过处理过的种子 正好相反 是没有化学物质的外衣 我一般都用这样的种子 因为我们不是大面积的种子 还是有机的最好 种子带上写着有机种子 是指种子的母体通过有机种植 而生产出来的种子 买了这样的种子 是不是能够采收有机的蔬菜和水果 那就要看你种植过程中 是不是有机种植 以上讲了这些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清楚 下面总结一下 传家宝 味道好 遗传基因稳定 有历史 要留种 杂交 除了是稳定的传家宝型的杂交品种 一般不要留种 转基因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自家后院种菜就不推荐了 如果自家后院土壤里的病虫害很少 还是建议买未经过处理的种子 有机种子 也有可能是杂交后的种子 留种后 第二代变异的可能性比传家宝高 自己决定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经验 也欢迎你留言 交流 分享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